各位聽眾 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 大家好 如果大家做公務員的話 無論是做什麼職位 包括一般的民員也好 甚至是政府外判的一些 譬如是康民署底下的一些太極劍的教練也好 或者是全職的高級公務員 全部都要宣誓的 宣誓員沒有宣誓的就已經離職了 現在第二波就來了 司令報告說要落實愛國者治港的原則 所以非常愛國的 接受訪問的時候 後面放了習大大的像 那些畫 照片 那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曾國慧在電台節目中檢視 公職人員宣誓的安排 考慮如果是涉及公帑資助的法定團體 成員公共事務位居要職的人士 立入宣誓範圍 但沒有時間表 做得一類才一類 沒有時間表即是有的 做得一類才一類 一類就會 逐樣逐樣做了 很快就會做了 不過就沒有說 什麼時候完成的意思 他接受訪問的時候 有兩個字是有些混淆了 有些媒體的報導說 受公帑資助的法定團體成員 公共事務位居要職的人 都要立入宣誓 公共事務位居要職有些媒體報導說公共事業位居要職 兩個字眼兩個名詞可能很多人混亂了 公共事業一般來說 都是說我們叫做public utilities 電煤那些 那些是私人公司擁有的 譬如這個 港燈 中電 煤起公司 巴士公司等等 屬於公共事業 我相信暫時來說 公共事業的位居要職的人都不用宣誓 因為他們已經 歸了邊的 宣誓為何不需要 現在說的是公共事務位居要職 所謂公共事務 現在說的是 法定團體裏面的一些重要職位 那什麼是法定團體呢 有一個定義 其實可以這樣說 根據 不屬於政府部門 不是公務員 根據法例 成立的機構 你可以說那些是官方的機構 根據法例成立的 你可以說這些是公營機構 又或者又叫做法定組織 曾國偉是說這些 公營機構 根據法例成立的一些法定組織 或者是法定的機構 他不屬於公務員的系統 譬如包括什麼呢 房屋委員會 房屋委員會有很多 找一些非公務員去組織 負責制定一些房屋的政策 譬如 香港的國際機場的機管局 屬於法定機構 譬如平等機會委員會 這是公共事務的工作 又或者是監管機構 地產代理監管局 保險業監管局 又或者是諮詢機構 全部都是根據法例成立的 交通諮詢委員會 金獨常務委員會 又或者是有審裁權力的 版權審裁處等等 這些機構 全部都是受政府的 法例 定立法例 去委任這些成員 受法例去規管他的職能範圍 亦都他的錢 是能來自公帑 來自納稅營的錢 我相信各位所說的 是這些 法定團體和公共事務 就是在說這些 好了 現在的關鍵是什麼呢 他提到一點叫 受公帑之助 如果大家記得當公務員宣誓 落實後 香港的教師有三大 這個組群 教師 很多人 醫生 在醫管局的醫生 在衛生署的醫生全部都要宣誓 他們是公務員 教師 醫生 和社工 這三大組群都是 受公帑之助 如果用政府的邏輯 使用納稅人的錢或是使用政府的錢 都要宣誓 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 公務員走了第一步 我一直說 這三大組群是不會例外的 是不會例外的 曾國偉接受 電台訪問的時候 公職人員需要宣誓是理所當然的 現在要全面檢視公職人員的宣誓安排 考慮到涉及公帑資助的法定團體的成員 公共事務委居要職的人士 立入宣誓範圍 最重要是符合外國者治港的原則 暫時未有時間表 做得一類得一類 OK 這就很清楚 立法會員要宣誓 區議員要宣誓 所有公務員要宣誓 然後輪到 這些受政府資助的 法定的組織 學校那些全部都是 政府給錢 遵校 然後 社工 NGO 政府給錢 醫管局是政府給錢的 我自己覺得一定會去到 社工 醫生和教師 很多人都說 賺錢沒有辦法 宣誓就宣誓 有不少的人 包括教師 醫生和社工 因為 想著要宣誓 香港的政治環境越來越差 教育環境越來越差 很多人就走了 很多人就移民 我相信如果真的宣誓落實的時候 離開工作崗位 去別的地方 機會是非常大的 原因很簡單 不是宣誓就宣誓 宣誓當作吃生菜 宣誓是有法律後果的 也有政治後果 先說政治後果 有些人要移民 去台灣 特別是台灣 因為你在公營機構裏面 工作 現在公營機構 譬如衣冠局 醫生 老師那些暫時不用宣誓 但是 如果你是 在政府部門裏面 曾經宣誓過 譬如在衛生署 或者在某個政府部門 做一些比較低的問願 你宣誓了 在台灣的 移民條例裏面 或者移民政策裏面 很清楚 你宣誓後 中特區擁護基本法 就等於你親共 他就不會批 有些人問我 我宣誓會否影響我移民 是會的 尤其是在台灣 暫時英國就不問這些 相對比較簡單 台灣是會的 是講明不批 很多個案都是不批 已經不批 現在 甚至你未宣誓的 是供應部門做事的 在醫管局那些法定組織那些做事 他都說你這個屬於政府機構 即使你沒有宣誓 他都不批 如果你宣誓的話 對你的移民 是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這是政治的影響 第二個就是法律的影響 你以為宣誓當作吃生菜 擁護特區政府 擁護特區政府 和 擁護特區政府和擁護基本法 是甚麼 他會規管你日常生活 甚至是私底下的 公開的 在政治上 發勞騷 表態 罵人 做批評 都可能 有機會觸犯到你的誓詐 的內容 而 你公開說 私下說 WhatsApp Group說 有人 你的親朋戚友 你都可能 會違反這個誓詐 而受到刑事 檢控 不是嚇唬大家 宣誓不是簡單的 宣誓 因為 因為 有些人很兇範 甚麼是擁護基本法 甚麼是效忠特區 我批評這個政策 當他們說批評是沒事的 甚麼說沒事 很多人都是批評 但有些批評比較激烈 一樣是會有事 所以大家不要 看輕 宣誓這件事 不是隨便 畫了押 簽了個紙在誓詞上 交回去 那就萬事大吉 是會影響你 所有的公開 又或者是 對其他人的言行 都說現在有些人 怕到一個地步 在家裡說話 都不敢大聲 因為批評政府的時候 怕被隔壁聽到 已經到了這個地步 你不用那麼害怕 有些人在WhatsApp Group 罵政府 都一樣被人篤灰 是WhatsApp Group 是一個私人的群組 你想想 第三樣就是醫生 醫生陷於一個兩難 社工也是 社工就是追求公義 追求公義 會不會和你的誓詞有抵觸 醫生 行醫的時候 註冊做醫生的時候 是要宣誓 是和醫學倫理有關的宣誓 不損害病人 不歧視病人 不洩漏機密 等等 這就是 很久 一直都是這樣做 視病人的福祉是一個 最 最 重要的一個利益 尤其是這個不洩漏機密 有些醫生已經說 你要我宣誓 我真是麻煩 那個病人說很多話給你聽 包括他那個醫學 那個就是他身體的狀況 哪裏不舒服 哪裏有問題 他的病情 或者他 檢查到那個 這個病人 他 還什麼病 這些全部都是保守 秘密 但如果當那個 病人跟你說了一些 你認為他是 有機會是違法的 又或者可以做一些證據 警方可以檢控他違法 你作為一個醫生 是否是病人保守秘密 你說他殺了人 這個都是很多兩難的 好像律師 律師都跟他的client 和他的當事人 是有之間的 叫做當事人 與這個法律 人士律師之間的 保密的特權 是不能說的 是不能說的 在這種情況下 當你擁護 基本法效忠特區 和你做醫生的誓詞 會不會是有衝突呢 有些醫生說是有衝突 當然有些人不理 賺錢就不理 但有幾十萬個月 我當然不理 有些人覺得很緊張 這是原則問題 所以他死都不肯宣誓 如果要殺到來的話 他寧願不做 有些人這樣說 我相信 如果做得一類都一類 到那一類的時候 香港人 會有些人會有些強烈的反應 人才流失這件事 你止不了血 拼命輸血 沒用 流不了人 搶什麼人才 人才就走了 你搶什麼都沒用 不停地走 為何他們會走 不是什麼外面抹黑 攻擊 批評 不知真相 被人騙了 他們很理性 看到香港的環境 做人一樣是一樣 連這個小學生 中小學生 支持創作比賽 都要 受國安法規管 大哥你怎麼做老師 是不是 然後又來宣誓 你怎麼做醫生 怎麼做社工 我寧願 退一步海闊天空 不要限制自己 你賺多少錢都沒用 午夜夢迴的時候 你很多掙扎 又睡不到覺 影響你的身體 何必 那麼辛苦呢 有些人會這樣想 當然有些人會甘之如意 有些人會說你走了我就上位 一定是有 但是 讓米就讓白讓人 有些人覺得 原則是很重要的 公義是很重要的 那是否可能選擇 去一些不需要宣誓的工作崗位 做 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 是不是可以避得過 將來香港政治環境有什麼轉變 你去其他工作崗位 會不會都一樣是面對類似的問題 沒有人知道 事件一直發展下去 我在這裡 只不過跟大家說 預測著一些未來的方向 你怎麼做呢 要自己 作一個選擇 暫時經歷到這裡 繼續支持我Patreon 支持我身邊的FanChannel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謝謝 電視劇 遠ин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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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